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为自己喜欢的东西本炮 带着远方的期待前行 不顾艳阳的周日 不惧风雨点框 就能以马不停息的姿态 迎接未来 生活有时会这地好远 但剩下的还需要奴隶 只要有奴隶 开进一步 脚处都能封城 只要你倒退不奴隶 身陷也救不了你 穿上工作服 然后戴上公司的安全头盔 这一个胶条 这个胶条的话就是在路上 碰到有的骑士 或者我的车子被钉子砸的时候 我可以方便补一下 也不费什么事 也不值什么钱 有的时候又举手自老 上班 干快递的前期 我在建材市场是一名销售人员 一个人收入的话也一万块钱左右 但是那时候的话 有个朋友告诉我 他说你白天也没什么事 要不然的话你晚上可以做个兼职吧 在那天晚上我经过弄力之后 干到了12点还是挣了70多块钱 我特别欣慰 后来有一天我休息的时候 就专心的去跑达达 专心直直的去跑 我跑了400块钱 因为特别轻松 后来我经过 我也考虑了好长时间 但是后来还是走进了达达这个行业 还是我取药 那个是美团66号 美团66号 算马是吧 好的 最近达达行业之后 我也遇到不少坎坷 好多同行业的人瞧不起我 那时候我刚开始干了 我也没有多大势力 也没能力 也根本又解不到什么大胆 实在说是别人不解的两三块 两块八 两块六 两块七 小胆子 我才能解 所以那时候我就 也不省起 别人的话我都忍着 当作对我生活前进的那种激励 我都记得心里 就是诚实着别人对我的压力 还是减持进步 随后 我孩子用了两年的时间 把他们都摔在我后边 孩子依然去那里 拿下的北京是第一名 被评为胆王游兽舰 我认为 我弄里的背后也很值得 这个想象也应该属于我 接到一个带 这一路走来的话 你要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话 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你要早期 要晚睡 在整午别人休息的时候 你也不能休息 这样一直坚持下来 基本上我在北京 跑达达的每一天 都没有休息过 也从来没有睡过 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 今天就是三点起床 三点 凌晨三点 然后到天亮的时候 差不多我就干了一百三了 中午要能上屋 熟入客观的话 中午可以靠在那个床边上 但从来不上床上睡觉 一睡的话就恐怕起不来了 因为这个地方靠着是不舒服的 你时间长了它自然会醒 躺在床上一舒服的话 可能就起不来了 我中午的每天标准是 只剩三个月左右 等我要睡上五点的话 要再补那二百的话 就很难补回来 所以那时候很累 所以吃完饭 在这少缓一下 喝杯水 梅子看到我儿子视频的时候 我都每一次都看完 从来不会看到一半放弃 因为看完之后 我感觉到还不够 可惜只有这么长 然后看完之后 她也看我女儿 我女儿也很聪明 我女儿小时候就很聪明 特别聪明 所有的东西一看就会 所以现在学校里边的说法 我以后就好 我每天想起两个孩子 很有充气的时候 我就特别高兴 我认为我的附属很值得 特别值得 每天也有时候特别累的时候 回到家里 没什么事的时候 也特别恐惧 也想他们 那没有办法 为了美好的明天 我们只有减制 总会有一天 幸福会属于我们 现在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 现在准备出发接单 就有一次晚上送了两个单子 就起这儿背叶 路上也没什么事 起得很快 一路畅通 送完走 我就召集回来 从下一个车到回来 就不能走你已经 就走到一个桥底下 没有警战 哎呀 吓得我 搜压从那边上撒回去了 前一拳都干烂了 后拳也干烂了 还就是不冤了干的 带都烂了 电机烂了 还想了一下 要是吊里边肯定就没命了 后来我想了一下 既然这个经伤害了我 也不要再伤害别人 我又从上面把那个车子放大 又收集 照一照那个台子上面 建了一个树子 大哥的树子 就在修路边上 掺掉的那个树子 拉下来 塞在那个井里边 我自己晃晃悠悠悠的晃 可能我七八公里 应该晃了快十二年了 混人都没劲了 我又把第二两天都修好 第二天又接着工作 那一件事情是在我一层中 想起来特别好怕的是 安全一定要保持第一 挣钱其实也重要 可能比安全来说 还会差一点 因为咱是一个农民 没有特别的所谓 我只是想中 在疫情的时候 在第一时间 能把客人买的东西 送到他们树里边 第一时间送给他们 这一次我实际了 我一个人的幸福 没有回家 我也拿到千万家的理由 我就这样想 没有特别大的贡献 因为大城市 我们在茫茫的北京生活 显不出来 也就是海里边一碗水 我感觉是这样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是哪里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你还能找到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你还能找到